的狀態 比如說我現在篩選業務 另外我要把篩選業務變成跟其他共用 這個跟客戶名稱 怎麼做呢 我先把這個 先delete掉 篩選他是共用的 二的話你要找出剛剛有哪些是 被共用的 第一個 參數是要傳名稱 所以我這邊給他一個名稱 也叫名稱好了 名稱 第二個的話 就是哪一欄 有沒有這個file的這個 file的這個後面 這個file的 autofilter的後面這個數字 那我也可以用傳的 這個要叫什麼名稱 我不知道叫什麼比較好 我自己取個名稱 把它叫欄數 哪一欄的數字 叫欄數 不過有同學就一直沒辦法理解 不過你可以改名稱沒關係 因為這是我想出來的 那頂多是說因為 還有一個問題說 那到底你名稱要給我什麼形態 後面你可以加一個 我在 我雲端上面是有加一個 sStream 這個sStream 你可以加可不加 那主要的用意就是說 你要提示讓使用者知道說 你要傳給我的是一個字串 所以一定要前後加雙引號 然後 藍數的話後面 你要給我一個數字 所以數字的話是Int 整數 所以你這邊後面可以跟大家講說 你要給我一個整數 那當然這個s什麼你不加也沒有關係啦 只是說加了 對於將來你要被呼叫的時候 會比較清楚 好 那接下來做什麼 就是 我這個改 那改了之後就這樣 這個業務這兩個字 將來就是從這邊丟過來 所以我們就把它 剖開 有點像放個變數 從那邊傳過來 然後把參數丟在這個中間 跟那個之前 放i的方法是一樣的 那i怎麼放呢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本來放了i 這邊我放什麼 放那個名稱 這個兩個字 這邊加空白 意思就是說他傳給你名稱 這個名稱再把它放進來 再跟這一串 串在一起 所以如果傳業務 他就是 請輸入業務名稱 應該懂這個意思 然後這個藍數的話呢 就把它放哪裡 複製之後的話 把它放到這邊 本來3 把它蓋過去就可以了 因為它是一個數字 所以不需要做 像字串這麻煩 要雙引號 andand不用 直接放就可以了 好 恭喜你 做完畢了 所以應該可以看懂我改了什麼 其實沒改幾個地方 只是觀念上要知道 本來叫篩選業務 那把這個篩選業務 後面刮糊就是 裡面有放東西是要傳遞參數的 OK 然後傳過來 兩個東西 接下來呢 我要去使用它 怎麼使用很簡單 我在上面 也許加什麼 因為我現在要做什麼 篩選業務 所以我就輸入篩選業務好了 OK然後 這樣 其實你只要打這個enter就可以了 小瓜戶跟 and if 它會自動幫你產生 有沒有 好 就變出來了 其實道理跟插入那個程序是一樣的 不過這招好像比較快 應該懂我的意思 反正我寫程式有我一套 偷懶的方法 像我習慣用Ctrl鍵拖拉 那就OK了 複製來複製去 其實程式說真的我大部分都單手寫 因為我上課也是單手 另外一手拿麥克風 所以其實你說程式 一定要兩隻手嗎 未必 寫對就對了 你寫錯 給你四隻手八隻手 也是一樣寫錯 OK 對正確 好那再來怎麼去呼叫 很簡單 這邊按個TAB 如果你要使用它的話 你就是打一個call 關鍵是這個call 呼叫 呼叫什麼呢 呼叫篩選 所以我這邊 call什麼呢 把篩選放在它後面 然後前刮呼 但是因為它是 一個所謂的 共用的sub 共用的副程式 所以呢 刮呼之後後面就會跳出 你要傳遞的 這個參數 而且 後面會用初體制告 S3 這個好處就是你要一定給我自串 所以先雙引號兩個 然後給他什麼 其實這裡面就放業務 所以我就把這個業務兩個字 把他放到這裡面來 第一個我給你業務 逗點 第二個藍數 Sint 你要什麼數字 你給我一個數字 而且還是要整數 int就是整數 不能有小數點 OK 如果以後你說老師 可是我將來如果要小數點的話 你可以用double S double Double的話 就是有小數點 OK 那我第幾藍呢 第三藍 意思是說呢 我那個藍名 叫做業務 我那個藍的 位置 就是 第三藍 好好破瓜糊一下 這樣子呢 大功告成 那其他呢 一樣嘛 你就把這個Copy過 Copy 然後呢 再來貼上 這邊就有個產業別 所以你可以 就是 再來就是什麼 篩選 產業別 產業別就有了 然後這邊的話就把它改成第4 對不對 然後第5 第6 第5 然後第12 OK 好 假設 我們先寫完之後呢 再來呢 我們來run一下